阅兵市在越南南部重镇西贡市中心举行 共产党军队统一越南后 为纪念已故的越贡创始人和领导人胡志明 西贡改名为胡志明市 大约6000名现役军人、复员军人、妇女和儿童组成的方队 走过当年的总统府 现改名为独立工和统一工 纪念1975年4月30号 北越坦克攻线西贡 越南南北方实现统一 西贡的线落不仅标志着越南战争的结束 同时也结束了美国为遏制共产党势力 在该地区蔓延而卷入的一场长达十年的战争 星期四的庆祝活动充斥着激昂的爱国歌曲和音乐 越南当局还展示了大量描写 当年战争残酷景象的图片和录像 前战地摄影记者蒂姆·佩奇说 我很高兴地看到越南变成强大的有组织的国家 我希望看到腐败现象消失 战争给越南造成了惨重的损失和创伤 尤其是平民伤亡占极高的比例 越南政府表示有400万人在战争中丧生 据美国国防部发布的数据 大约有58000名美国军人在越南战场阵亡 越战结束40周年的纪念日 恰好与越南和美国建交20周年纪念日重合 美国外交官员没有出席游行庆典 但是美国官员意计将出席美国驻胡志明市总领事馆 举行的一个小型活动 纪念越战最后一天阵亡的美国军人 BOA卫视新闻报道